而买房子的时候总是要付出相当高比例的公社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内政部现在规定 从明年的5月1号开始 所有预售屋的主副建筑物 还有公社呢都必须分开计价 建商也必须把面积比例标示清楚 不少民众在买预售屋的时候 常因为建商没有把契约写清楚而吃了闷亏 从明年5月1号开始 内政部规定这些全部都要改善 不仅买方可以把契约带回家 研究思考个至少5天 在契约内容里 主副建筑物和公社也都要分开计价 甚至是比例也要标示清楚 至于盖完房子后 如果面积有误差 则是才多退少补 而这样的政策看起来对民众有保障 建商反弹却很大 总评数差异多少的时候 那超过1%我们才会在谈 可是一般人的消费习惯 我多拿我不会讲话的 我少拿我就会去争取 有建商担心民众会讨价还价 也有业者干脆大手臂保证 多盖的部分会全部送给大家 而少盖还会退钱 但这样的做法不免让人担心 建商是不是会把成本 全部转嫁到总房价上 只希望政府在修正法令时 也能够注意到细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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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明的 要能够注意到 基本上